柯文哲遭及押将借满两个月蛋贴身帐房 举子徐止于确仍在国外 是否掌握柯文哲破解冷钱包 聘马和助记词 印发讨论 因为若想要登陆并看到金流 关卡重重 不具备有网路连线功能 安全性或隐秘性上面是比较高的 私钥他们一般会把它用 手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用泡立破解的方法去解开它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若检掉想看到金流 可能会需要先取的聘马 才能登入冷钱包 输入公钥之后才能看到交易记录 不过检掉似乎还卡关在聘马 但若登陆三到五次 就会将钱包锁住 因此无法强硬破解 另外若想提领钱得有一组私钥 因为是由64位数 16进位制服随机组成 太难记了 因此衍生助记词 由12到24关键英文数字单字组成 一定程度上面 不可能用背的或记的 一定它会写在 可能它的记事本 或者是交给这些放心人 而这关键助记词是否就掌握在橘子手上 应该不会把这个赌注放在一颗橘子上 搞不好可能会有很多颗橘子 那或许是我也不觉得说可能只有橘子有 因为毕竟橘子也不是他自己的亲人 所以有些人也判断会不会是他的小孩 或是什么的啊 科幻小说一般的情节 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 尽管民众党始终声称都是科幻小说 但若仍钱包成为突破点 将是科案厘清的关键评图 三顺郭斯文侯从台北什么的 中文字幕提供